好 那么疫情当下呢全民是在拼防疫 就连部落也不例外 那么在花莲浊西乡的南岸瀑布 还有瓦剌米步道一直是游客的最爱了 不过防疫期间受到疫情的影响 之前是决议暂时是禁止外来游客的进入 那么部落呢是设了检查站挡入 也张开了公文 希望游客暂时先缓一缓一起来防疫 车子一辆一辆的进来 防疫人员拿起指挥棒以及酒精 体温计这里是卓西乡卓乐部落 虽然是防疫期间 但是前往南岸瓦剌米的游客并没有减少 防疫人员不敢大意立刻劝离 所有人都都关闭了 所以说对不起 你要连续击面靠一下就不去了 好吧 请支持一下 防疫期间没有办法 关闭了 拜拜 谢谢 部落族人无奈的说 从防疫站开始设置之后 算起来还有超过20组的游客还想上山 就连外线市的游览车也都来 为了阻挡染疫的可能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配合防疫措施 我们部落的好朋友尽量告诉我们你来自哪里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定是用赶的方式 我们是用村里的方式 希望能够在这段期间里面 让我们自己的人民 自己的族人 还是要有我们健康的身体 还面对未来的日子吧 住在卓乐部落的县议员高晓成也站出来说 希望游客暂时先缓缓一起来防疫 还是有游客会进来 请两天三天都非常的多 那部落为了要防疫 保护主人部落的健康 我们都在这里排班自主防疫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为了减少民众群聚 避免跨区的活动 配合华丽县政府防疫措施 部落防疫站的设置 23号已经是关闭了瓦拉米步道 部落防疫站协助宣导游客误再进入 请民众配合共体时间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